好啦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KOR 好啦 刚刚上集说了这个移民4年的回顾Q&A 一口气答了你20条问题 口都干了 如果未看的话 记得看上一条片 之前就在网上看到一个post 我在2020年到了加拿大 找工作等了4个月 现时在做MeanRage的工作 带过来的20万港币 迹速都快用完了 怎么办呢 虽然这个post被发现了有少少玩玩的成份 不过我觉得认真可以讨论一下 究竟MeanRage 其实是否足够在温哥华 或者在加拿大使用的呢 他带了大概3万1千元加币 另外找了一份MeanRage的工作 究竟够不够在加拿大生活呢 全加拿大五大银行之一 Band of Montreal 来到加拿大找一间值得信赖的银行是很重要的 他们除了提供银行账户服务之外 房屋贷款、Mortgage、信用卡 以及我觉得非常重要的投资服务 例如有TFSA、RSP、RESP等等 Beebo 都可以帮到你 我将会在影片最后介绍他们的营身优惠 大家密切留意吧 这边看回刚才的post 虽然有少少玩玩 不过我觉得这个问题很值得讨论 生活上是否真的不行呢 今集和大家一起讨论一下这个话题 首先我们看看加拿大的minimum range 其实是怎样的呢 根据我手上的资料显示 加拿大以华人计的主要城市 就是我现在身处在这里的BC省 或者这个Ontario的多伦多 这个minimum range的话 分别就是BC省的15.2 以及Ontario的14.25 而其他省的最低工资的话 请大家自行参考一下 BC省来说相对地我是比较熟悉的 所以我就会以BC省的状况 作出一个参考 而这个post就没有表达到 他有多少个人 先当是他自己一个人 一个人的minimum range 的生活究竟是怎样的呢 以BC省的minimum range 就15.2 计算 每日可以工作8小时 一星期40小时的话 其实每一个月 你是可以拿到2635元 大约一年就是31,616元 接着我们就要计算税后 因为你知道加拿大是需要付税的 好 我这里就计算给大家看看 先输入31,616元 一计算之下 你就可以得出一个结果 联邦税的话 需要付2,275元 而省税的话 是要付838元 还要扣起EI 1,976元之后 剩下26527元 即是多少呢 每个月 你可用的钱 就是2,210元 刚才说了 以他一个人的生活来计算的话 主要就要解决衣食住行 先说说每个人的生活质素不同 如果我自己个人来说 我会选择一个比较省点的选择方案 首先跟大家对比一下 住的方面 我会选一个Basement一房的单位 其实我上网看过最新的资料 其实800元左右 已经是很多的选择 我会选一个Basement一房的单位来住 其实800元左右 已经是很多的选择 而且是任何区域 你都可以找得到 还要接近温哥华市 Bernaby Cucutum 全部都可以找得到 你最大的洗费应该就是住了 800元 走的方面 根据Translink 最新的三个Zone monthly pass 月票是181元 基本上你已经在大温地区去完所有的地方了 基本洗费方面 手机就是50元 家中的上网费用 当是80元 集费方面 比如洗头水 纸巾等等 100元 其实已经是很足够 这个总共是230元 只看头三样的基本要开支 800元 181元 和230元 总共加起来是1211元 minimum range 扣除税之后 每个月你可以得到22110元 减除了刚才1210元之后 其实你还有1000元剩 那你们觉得1000元足不足够一个人吃呢 好 就和你计下 那这里有小小的指数 可以展示给大家看一下 根据这些数字 我就作出一个预算 其实非常之合理 展示给大家看一下 自己准备早餐 4元左右的话 其实足够就是这个煎箱蛋 箱腸加牛奶的了 那而午餐方面 我当你出街吃 10至12元左右 就当你12元 而晚餐自己煮的话 其实5至8元左右 其实已经是够了 看你自己吃什么 那其实我就当你8元好不好 那其实12元 4元 8元之后 其实总数每一天 你是需要吃24元的 那事实上是可以更加省的 例如你自己下午大饭 或者带三文治的话 其实你已经可以省很多了 好了 就算你用24元算 乘回30天 那你一个月 只是需要用720元 是吧 刚才你所剩的1000元 减除720元之后 你是剩下280元 这280元 你是用作储蓄或者娱乐之用 那证明了一件事就是 你在这里 找这个minimum wage的话 是足够你的生活的 那只是生活质数的分别 那如果你要生活质数再高一点的话 那就努力点赚钱 对不对 那如果你们是一个couples的话 那真的更加好用 那首先呢 就计分一个人税后的话 那其实是可以获得2210元 那如果两个人的话 那就是可以有4420元用 那说回一个基本的洗费的预算 那住的方面呢 我觉得可以找得好一点 就是一个1200元的单位 那另外Translink的月费呢 就是两个人的月费 那就是362元 而另外基本的洗费方面呢 那手机两部50乘2 100元 家中的上网其实是一样的 那另外就集费方面呢 洗头水纸巾等等的话 其实我觉得是加多50元就够了 那总共来说呢 这里是需要330元 那扣除基本的开支 两个人呢 还剩下呢 就是2528元的哦 那刚才说了 吃的一个人用就720元了 那两个人用了 我当是1440元好不好 那其实呢 一对couples 找一个minimum rate的话呢 你还有1088元 是给你用来存 和娱乐的哦 你自己觉得够不够呢 好了 那如果你和我说 喂加拿大 不开车 怎可以的啊 好 那我就和你计算 开头你就说呢 你手头上有3万元加币 好 就拿1万元来买断一架二手车 其实呢 我上网看过呢 1万元其实是很多的选择的 那你买了车之后呢 你手头上的现金就会 剩下2万元作这个后备之用 而你每个月呢 就不用再供车了 但是你需要付保险费的 那当你呢 每一年是3千元的保险费 那就是平均每一个月呢 就是250元的保险费 那入油呢 是非常之贵的 就当你每个月400元 那你有了车之后呢 就不需要再坐这个Translink 那你可以省下2个人的月票 就是362元的了 好 那我们呢 再来计算一下 两个人呢 扣除了基本开支 究竟是怎样的呢 4420元 减除了1200元租 330元的基本费用 再减250元的车保 再减400元的有钱 再减你们去吃 1440元 那你们都会还剩下800元 提高了你们的生活质素 拥有了你们自己的车 扣除了所有的费用之后 你还剩下800元 怎会不够花呢 事实上呢 你有了车之后呢 偶尔你还可以做一下Part Time 駕駛车出去送一下餐 还可以提高你自己的收入 如果你想了解 有小朋友的家庭 又想供楼的话呢 其实呢 我之前是有拍过类似的影片的 大家可以找回 我会讲解一下 公楼的情况是怎样呢 有小朋友的情况是怎样呢 其实之前我有影片已经有介绍过了 我明白每一个人对生活的 失数的要求是有不同的 我只可以说 凡事一定要有计划地 循序漸进 真的有很多事是不可以心急的 未来是留给一些有计划的人的 而可以帮到你准备你的人生的话 就要找一间可靠的银行 现在Bemo 推出营生奖赏 当开启新账户时 将我获得价值600元的营生奖赏 当中包括现金奖赏及月费优惠等等 还不止 大家都知道 加拿大手机费贵 数据不够用 当你开启Bemo 的服务同时 将可以获得Trap Mobile 的数据奖励 每个月额外送多3GB给你 是不是很棒呢? 现在你只需要是5年内移居加拿大的人士 即可符合条件获得这个优惠 申请办法非常简单 只需要击落以下这个网址 即可获得一个这么棒的优惠 祝大家可以完成心目中的计划 一步步走向属于你自己的未来生活 多谢大家收看今天的影片 如果大家支持我的话 记得CLSS comment like subscribe 和share 好了 先到这里 Bye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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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